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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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底 这水上种空心菜好处的确是很多 但是牧宗友种菜的目的却是为了能够把水质调节好 使鱼少生病 牧宗友怎么就会想到这一招呢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两年前牧宗友的池塘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 水质恶化 鱼吃时也不活跃 并且还有死鱼出现 养鱼的人都知道 这是池塘水质负营养化明显的表现 而这种情况在牧宗友的池塘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每次出现 牧宗友都会用微生物质剂来调节水质 其实池塘负营养化并不是只有在牧宗友这里才会发生 在重庆市 甚至全国 养殖池塘的负营养化都是困扰养殖户的一个难题 而在重庆又尤为突出 重庆就是它的一个丘陵山区 我们这边就是说老旧池塘也很多 再加上这山区就是普遍都比较缺水 就是大部分我们很多的汤 它们说叫望天水 它主要靠下雨然后才有水 所以要换水很不容易 所以再加上现在就是我们那个饲养的技术发展比较快 那么它的产量很高 那么它的产量很高 肯定是投入的饲料也很多 这样的话就是说对水体的压力很大 基本上就是负营养化 比较非常严重 面对这个难题 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从2010年开始便在研究如何解决池塘负营养化 穆宗友是个喜欢刨跟问底有点倔的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把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专家请到了池塘边 经过专家的分析 除了地理环境的因素 造成池塘负营养化的主要原因是养殖密度太大 而过大的密度就会造成大量的饲料残耳和鱼类粪便沉积在池底 这些残耳和粪便在水中会经过一系列的反应后 转化为氮磷等营养物质 这些营养物质一旦过多 便会造成藻类和其他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 这些藻类在白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释放出氧气 但是到了晚上 它们就会吸收水中的氧气 同时 其他浮游生物也会消耗掉水体中的氧气 这样就会导致水中缺氧 引起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如果能把这些物质利用起来 转化为其他生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 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经过调查研究 技术人员发现 在国内外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水上种植物 通过植物来吸收水中的营养 从而使水体达到相对的平衡 那么 到底种什么植物合适呢 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分别尝试着种了丝瓜 菱角 空心菜等植物 经过试验 它们发现水上种空心菜容易操作 并且技术简单 我们来看空心菜 它又名藤菜 竹节菜 属慢生植物 根系分不浅 须根多 再生能力强 并且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 而且 空心菜对氮肥的需要量很大 越肥的地方生长就越旺 水上种空心菜 水里面养鱼 两者共生在池塘里 在养殖过程中 池塘里面一部分多余的氨氮和磷等物质被空心菜吸收 转化为生长的肥料 从而减少了池塘负营养化的发生 这就是池塘鱼菜共生的原理 同时 由于池塘中增加了浮床 这就给池塘中的微生物提供了可以附着的载体 微生物就会在这些载体上不断繁殖 而这些微生物又可以吸收水中的氨氮 经过一系列反应后释放出氮气 从而减少水中氨氮的含量 看到这儿 您是不是和我一样 觉得这池塘鱼菜共生技术真的是好处多多呀 不过说到底 技术的实施更重要 这方面您也不用担心 这项技术非常简单 可操作性很强 2012年它就被列入了农业部主推技术 2011年 牧宗友开始在水上种空心菜 当时 池塘鱼菜共生技术刚刚成熟 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便开了一场培训会 并通知了牧宗友参加 就是在这场培训会上 牧宗友萌生了在自己的池塘上搞鱼菜共生的想法 根据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研究 判断一个池塘是否制备条件最简单的方法 便是看水体的颜色和气味 如果发现水体颜色发黑 透明度不到30厘米 并且有异味出现 这样的池塘就适合种菜 解决了什么样的池塘可以种菜的问题 那么什么时间来种呢 多年的养殖经验告诉牧宗友 自己的池塘最容易发生负营养化的时间 一般在5至9月份 从5月份开始 水体平均温度开始从22摄氏度左右不断升高 鱼的生长逐渐进入最旺盛的季节 每天消耗大量的饲料和产生较多的粪便 这时也是最容易发生负营养化的时间 而空心菜生长适宜的温度为25至30摄氏度 如果空心菜在5月的上旬种上去 正好能够把空心菜的生长旺季 和鱼生长的旺季结合起来 达到最佳的效果 我们看到 在池塘上种菜和陆地不一样 如果不给这些蔬菜找一个载体的话 这些蔬菜就会四处飘荡 并且会被池塘里的草食性鱼类吃掉 因此需要给蔬菜找一个载体 这个载体被技术人员称为浮床 有了这样一个浮床 蔬菜就有了带体和依靠 而且管理起来也会很方便 那么这浮床要用什么材料搭建呢 投入太大的话养殖户不容易接受 因此经过挑选 技术人员选择了PVC管 这种管子由于很轻 能够浮在水面上 而前奈水性也比较强 更为重要的是 用PVC管做浮床造价比较低 拿一个四平方米的浮床来说 它需要四根直径在75毫米的管子 四个弯头以及两层网片 制作浮床时 弯头和管子用浇水固定 浮床的大角养殖户可自行选择 但是PVC管的直径必须保持在75毫米左右 75毫米正好能够使浮床上下层隔开 给空心菜一个生长的空间 如果间距太小的话 空心菜的根就会扎在水中 被草食性鱼类吃掉 固定好后 四根管子便形成了一个密闭 并且具有一定浮力的框架 框架搭好了 还需要在框架两面照上输密不同网片 输的一面网眼对角线在2至4厘米 放在上面用来固定蔬菜的生长方向 密的一面网眼对角线在0.5厘米左右 用来防止池塘中的草食性鱼类吃掉蔬菜的根 同时也给蔬菜的根一个载体 看似两层很简单的网片 如果固定不好的话 就会出现根长在水中被草食性鱼类吃掉 想要把两层网片固定好 就需要先计算好框架的大小 然后把两条网片相连的两条边缝在一起 这样就形成了直角 把它套在框架上 然后再把其余两条边固定 这样一来网面就会很紧 也不容易出现松动 合理的搭建福床 才能给空心菜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那么这空心菜怎样种在水面的福床上呢 一个池塘种多少空心菜合适 是不是种植面积越大越好呢 走进下面的节目为您一一解答 用作千叉的苗来自陆地上种植的空心菜 取15至20厘米左右的筋杆 取下来后要尽快移植到福床上 那么怎么把这些空心菜移植到福床上呢 技术人员总结出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直接栽培法 它只需要将空心菜的筋杆直接插到网上面 这种方法操作快捷简单 但成活率相对较低 只有80%左右 第二种为营养杯栽培法 首先需要取池塘里的底泥 把糖泥晾到半干 在网培预杯中放入适量的糖泥 将筋杆插进泥里三厘米左右 然后在网片上捡一个洞 把营养杯放进去 这种栽种方法相对繁琐 但成活率在95%以上 最后一种方法是将糖泥揉成团 把筋杆直接插入泥团三厘米左右 这种方法成活率在90%以上 操作也简单方便 成本低 对比三种方法 它们的株距都在10厘米左右 行距都在20厘米左右 各有所长 养殖户可以灵活选择 合适的栽培方法 空心菜栽好了以后 问题便出现了 一个池塘到底要栽多少合适呢 空心菜如果种的少了 吸收水体中的负营养物质就会很少 而净化水质的目的也会有限 木宗友曾经这样想 如果能够把池塘上大部分的水面 都种上空心菜 是不是对水质的处理能力会更强呢 其实一个池塘到底能种多少蔬菜 不仅仅是木宗友关心的 这也是整个池塘鱼菜共生技术 最为核心的技术 那么池塘中要种蔬菜 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就这个问题 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做了一个研究 选择四个相同条件的老旧池塘 一个什么都不种 其他三个分别种上 5% 10% 15%的空心菜 分别在不同时期 检测水体中的氨氮等物质的含量 我们通过检测对比下来 发现的就是 我们那种 氨氮的指标大概就是 在平均水平的话 我们检测很多次 平均水平的话 就是在对照池塘 就是没有种植蔬菜的池塘了 它的含量大概是在0.3 0.31克毫克每升 而我们种植了空心菜的 它有很明显的变化 包括就是我们种植5%的空心菜的话 它的氨氮含量只有0.18克毫克每升 而我们10%只有0.11克毫克每升 还有就是我们15%都达到0.09克 它那种颤的那种含量的话 是相当高的 从实验数据能够看出 相同条件下 10%和15%吸收氨氮的效果差别不大 15%的空心菜吸收氨氮比10%就多0.02 因此技术人员便以此为基础 根据水体颜色气味 以及池塘养殖年限和底泥深度 制定了一个参考标准 如果养殖年限三年 淤泥深度在30厘米以上 牡丹产在800千克 水体透明度不到30厘米的情况 空心菜的种植面积为5%左右 如果养殖年限5年以上 淤泥深度在40厘米以上 牡丹产在1000千克 水体透明度不到10厘米的情况 空心菜的种植面积为10左右 如果养殖年限5年以上 淤泥深度在50厘米以上 牡丹产在1000千克以上 水体透明度不到10厘米的情况 空心菜的种植面积为15%左右 但是不能超过20% 经验总结包括根据我们的检测的指标 我们就是给养殖户提供一些参考的数据 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种5% 而不能种6%或者4% 这是一个参考指标 计算好池塘种植面积后 把扶床直接放入池塘 这些空心菜经过半个月的缓苗期后 便会开始迅速生长 种好菜的扶床已经放入了池塘 而且必须一排排固定好 否则的话 随意把扶床放在池塘边 刮一场大风就能让扶床飘得到处都是 木总有就曾经吃过这个亏 那么扶床固定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经过咨询技术人员后 木总有便把这些扶床集中起来 连成一排放到下风口 两边用木桩固定 这样一来扶床就不会随风乱飘了 除了木总有的这种方法之外 如果池塘面积较大的话 还可以把扶床的两端分别系上绳子 绳子固定在岸上 如果需要移动扶床位置 只需拉动两端的绳子就可以 这样也不用下水一个个的移动 既方便又实用 种下去的空心菜 经过35天的生长 当空心菜植株生长到25至30厘米时 就可以采收第一茬了 相对于陆地空心菜来说 水上空心菜采收要麻烦一点 因为是在水上 所以需要下到水里或者站在船上采摘 相对比较费事 空心菜采收很简单 掰断上面的部分 下面留5至8厘米 第一次采收到种下去的空心菜 木棕友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虽然经历了几次活跌 但是收获喜悦感 却让木棕友忐忑的心变得踏实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种植空心菜 木棕友发现 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变 不像以前那样 时常有恶臭味 颜色也由原来的墨绿色 变成棕黄色 听说木棕友这里 是水上种的空心菜 收菜的人特意跑到了池塘旁边 在重庆 水上种植空心菜 是个很稀奇的事 由于数量少 并且不用农药和化肥 所以这种蔬菜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也能卖到很好的价钱 第一次采收结束后 以后每隔10天左右 采摘一次 直到10月结束 除了及时收获外 每隔一个月 还需要把扶床更换位置 避免在一个位置时间太长 造成营养不足 影响空心菜的生长 虽然在池塘上种了菜 但是我们发现 木棕友仍然在往池塘里面 泼洒微生物之际 难道说池塘种菜没有效果吗 有些养殖后他觉得 直接种了鱼菜公生 我都什么不用管了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比如说我们还要注重 经常观察一下 鱼的吃事情况 疾病控制 还有就是对我们 整体的水质调控 还要采取一些措施 把我们的水质调控好 这样的话 结合起来用的话 我们就是对我们的 这个鱼类 这种的话 可能会达到一种最好的效益 也就是说 池塘鱼菜共生技术 是建立在以养鱼为核心的基础上 种菜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好鱼 它解决水产里面 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可持续发展的 自然环境的问题 种菜以后 能够有针对性的 且反解了这个问题 对养殖残忍的影响 当然不敢说它现在彻底 彻底的话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大大减少了 反解了这个问题 对食材养残的影响 可以说种菜 并不能完全解决 池塘负营养化的现象 作为一项净化水质的技术 池塘鱼菜共生技术 只是使原来不平衡的生态系统 在人工的干预下 达到相对的平衡 但是在高密度的饲养情况下 如果缺少了对食堂的管理 那么将会顾此施笔 得不偿失 因此实施鱼菜共生技术的同时 池塘管理是一点都不能放松 那么种了蔬菜的池塘 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 作为经历者 沐宗友有一本自己的账 现在没有实行鱼菜共生以前 我们每一国 基本上要用两次至三次 掩抹或者光耗细菌 使用鱼菜共生过后 我们有些时候用两次 有些时候用一次都行 一国 了解说基本上 张一斤鱼的话 两斤死了 或者两斤稍微多一点点 实行鱼菜共生过 水质好 因为水质好 我们只投得到一斤七两 至一斤八两 就能够长一斤鱼 这样一年下来 投入的饲料减少了 养殖成本也就随之下降 而反过来 池塘里面的空心菜 又增加了收入 细细算算这笔账 木宗友感觉水上种蔬菜 还真是一举多得 但是就目前而言 池塘鱼菜共生技术 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从11年以后 以后的话 我们也考虑了 也是通过生产实践 我们到了秋天冬天以后 养殖副的把鱼菜 糊床捞上来 也比较麻烦 然后改良水质 到了冬季 水质也需要改良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 又在研究和推广的时候 冬季能够种的 或者是全年各个季节 都能种的蔬菜 在池塘的水体中养鱼 在水体表面种植水生蔬菜 这种鱼菜共生的养殖技术 可以说是一种可持续 循环性零排放的低碳生产博士 更是有效解决农业生态危机的有效方法 的确值得大力推广 好了 今天农广追育就是一个内容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